做人媽媽甚艱難 作為雙殘人士媽媽更加不容易 而殘奧六屆金牌得住蘇華偉的媽媽蘇寒小禎 就肯定是一個非一般的媽媽 而吳君如最近在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 就飾演蘇媽一個 君如就說演出這套電影 傳恩好朋友古天樂的雙腰 古仔跟我說了一個古仔 我覺得這個古仔很感人很勵志 還有很有治癒力的一個古仔 所以我就接受這個挑戰 當時古仔就跟我說 如果你肯接受這個挑戰 你就要做監製了 因為我們其實合作了很多年 由我第一步做監製 他也支持又主演 他說好吧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交一件事給你 於是他就做出品人 他說我出錢你就出來了 他就覺得很值得拍 我接受了這個挑戰之後 我就開始跟導演兩個 就埋班了 君如就說 今次做監製和以往不同 戲女戲愛都有點媽媽 他就把這件事找出來 今次很好就是 全部都是新人 包括導演 都是新導演 演員很多新演員 幾乎都是新演員 譬如羊羊 阿炳 胡子堂 我覺得 我覺得責任 挺好的 今次就是 我可以 提攜一下新人 好 我覺得 那我自己 我自己現在這個年資 我們是一個很好的 很巧和新人合作 導演都是 雖然他都是經驗很豐富 但他實質他第一次 自己單獨拍這個場面 還有他自己又做了編劇 他都很多事情 經常都迷惘地看著我 那我就說 我就覺得應該這個 這個 所以我的監製位 就是監製 均如營養 釋見SOMA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第一個問題 就問到你 其實SOMA 幾時生了 我才說 他說我26歲 這樣也好些 已經26歲 我多怕 他說SOMA 16歲生 SOMA 我真是阿漢 怎麼變得16歲 我那時候 我真的過了一大挑戰 那我說 我26歲 我說OK 26歲 我都可以 拿捏到26歲 那我就演到SOMA 總之環跨20多年 我覺得OK 都適合我的年紀 一直成長 那就去演吧 年齡問題應付到 不過感情戲 就令到均如 每天拍到秋心境累 我常常都很累 我常常都要起伏得很厲害 又要流眼淚 每天都要流五公升眼淚 而且我們沒有玩過數碼 我和其中那個阿定 每天去到他要跑 不是跑 要訓練 那我呢 又要準備情緒 我們真的拍完都沒聊過 大家不可以 整天都好像 拍戲劇 那個氣氛很開心 是 我們真的拍完戲 最近做宣傳 我們才放在那裡笑一下 導演韻志文組 在百年前 已經找SOMA拿了 更加被SOMA笑止 給了七百年麻煩 但其實他心底裡 就渴望電影能夠拍得成 整天都覺得 香港地你知 我們是商業為先 每個人都覺得 沒什麼機會拍得成 後來真的拍得成 起碼一分不出開心 數碼知道 君如參演更加興奮 還讚對方見得神似 譬如在蘇華偉 四歲的時候 仍然未適合的一場戲 已經令他狂飆眼淚 哇!我一看到 我馬上拍了 想起以前的事 馬上拍了 雖然拍得真的很像 直接打到我的心肝 扣著我的心肝 對呀 真的很深刻 剛剛這部電影 就是第一次看這部電影 這個電影 我一看就馬上拍了 對 君如看到SOMA和蘇華偉 無自關係好 也慶幸跟女女陳士芝 關係好像朋友一樣 讓女女多點了解她工作 令到大家溝通更加好 即是我每一次開工都會告訴她 我現在拍過什麼 我亦都跟她說 你現在是一個很健全的人 我說真的很幸福 這些我經常都有跟她分享 她每次來 我每一部電影都要她來支持我 即是要支持我 看我 媽媽有 我女兒很開心 她每次叫我喝什麼 叫她做Cellet Hair 今次有 出了一秒 我又說她聽了一個故事 就是關於抽象運動 她有見過SOMA 但可能SOMA都沒有想過 她是一個你不會喜愛的美女 她也很有興趣 她剛才對演戲 對我們拍戲的世界都很好奇 所以她經常來探望我媽媽 我又要告訴她媽媽在做什麼 尤其是她很有意義的故事 我說以後你努力 我每部電影都給你一秒 你出現 我說如果你再努力一點 我就給你一個字對白 你說 她有OK 很乖 現在我這個階段 都是當她是朋友 相處 問到士資對做幕前是否有興趣 小孩子肯定有 她現在通過拍片自己剪 她這個階段一定喜歡 不過她也覺得很辛苦 她完全知道這行的艱辛 都是另一個艱辛 因為她有癱發就知道 是啊 我們以為整部電影 這麼容易成為一部電影 要經過很多人的努力 才可以被人看到 不過不要緊 我每一個部門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螺絲 她完全明白的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做這行 她爸爸 有接觸機會 對 對 大家好我是靖豐 很久不見 在這裏足頭條日報 十六周年 Happy Birthday